这个是有关,在Yalanzana Abidin,Laurons-Lamat的这一块1.1英亩的地,在前朝政府已经划回要取廉价屋,拿来租的廉价屋。 但是呢,现在的明年州政府呢,就把这块地拍卖,要做一个私人的医院,在7月19号的记者会上呢,州政府透露说,因为卫生部拒绝一家私人医院的申请, 要在那一块地起一家私人医院,所以州政府无法的把这一块地呢,转给这一间公司,这间公司叫做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Dental Corporation,Santhiang Berhad。 那么这个按照州政府呢,这个拒绝,这个申请是在22号10月2010年,但是我们在网上呢, 就是政府的one stop agency啊,one stop center啊,这个网上呢,发现到这间公司,在23号12月2011年,才开始提呈,要建议要建, 一个发展,就是要建一个私人医院,所以我们发现到相差了一年,没有一个发展商会相差了一年,被拒绝了, 相差了一年后才呈上一个,呃,这个建议要起私人医院,那么,当时候,我们第一次开始揭霸这件事情的时候,是在今年六月, 周政府说,这块地太小了,不能够起廉价屋,但是,足够,足够,足够,大,大,足够大,来起一个私人医院, 所以我们是想问,周政府为什么,在这件事情上,没有透露真相,一个发展商不可能,等到一年后,明知他的,申请要一个执照, 同为什么要一个执照来做一个,私人医院呢?被拒绝后的一年后,才来呈上,给地方政府要建,一个私人医院。 如果我们没有揭霸的话,公众也不知道说,原来这一个提议啊,要建一个医院,不只是一个医院罢了,是一个30层楼的大厦, 19层楼是要做旅店,6层楼要做私人医院,5层楼是要做拔车的位置。 那么,我们想知道为什么,周政府,在他们第一次反应,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,没有把这个真相说出来。 那么,第二呢,为什么只是讲,那一块地是要做私人医院罢了? 那一块地啊,他们同样的时候也要起,19层楼的这个旅店,所以19加6层的医院,加5层楼的那个Bug车位,30层楼。 我从卫生部,卫生部长的办事处,在21号7月,给我一个短讯告诉我, 这一家私人医院申请的,跟这个卫生部申请的执照,要做这个专科医院呢,已经被批准了。 而且,冰城州的经济策划组,在6月5号,今年6月5号,已经受通知说,这个申请已经批准了。 而且,这个是在三天前,我们国阵青年团揭发这件事情的时候呢,三天前都已经批准了。 我看,州政府在这一个事情上呢,掩盖了整个事实,歪取了整个事实,我看,州政府在这方面是撒谎啦,在这个事情上也是撒谎啦。 所以,我们也知道,这一间私人医院叫做Victoria Specialist Hospital,这一间医院,这一间专科医院是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Dental Corporation, 拥有的私人医院。所以,我们质疑的就是,为什么州政府在这一个事情上呢,要掩盖事实,要歪取事实, 可是,我们发现到,这个是撒谎,没有给正确的,这个,这个,这个,资讯啊,给群众。 这发的资料,我们还有其他的资料。 我们的知名医院,我们 Future时的设计。 我们在电话中,我们也设计、把我们发现了。 这是我们的知名医院,我们的知名医院。 这四年来 卫生部没有批准过任何一家私人医院 我从卫生部拿到的资料是 四年来卫生部批准了五家私人医院在槟城 而且卫生部也收到了四十个申请 要扩大现有的医院 从十五个 四十个申请 从十五个私人医院 其中三十六个申请已经被批了